大家好,我是雷槍 最近繁衷FGO開始了新年福袋和輪替卡池的限時活動 同時也開了2.6.5的暗湖限定卡池 想必各位應該還在為抽哪個福袋這件事而感到煩惱對吧? 那麼這部影片將會跟大家快速的篩選和分析 每個福袋的考慮點和推薦程度 最後也會有個大總結 同時也會跟大家簡單的說一下關於暗湖的強度和情況吧 當然啦,影片都是主播的主觀想法 如果已經想好了,甚至是抽了福袋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吧 同時想要看更多FGO相關的攻略影片和資訊的話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或者直接去追隨主播的突起直播間找主播聊天吧 那麼我們就廢話不多說,正式進入主題吧 首先是福袋相關的分析 2023年的繁衷新年福袋會根據從者的寶具類型 去劃分福袋的卡池 這位主播會順著官方列表的順序 跟大家逐一的去看每個福袋的考慮點和推薦程度 當然啦,都說到這裡了,一定都是以強度和實用性為優先的 首先是綠卡攻擊寶具上三尺卡池 基本上都不太行,都是以坡度為考慮要素的卡池 即便槍師將有強化到痛點,但要嚴格篩選的話就不用考慮了 然後就是綠卡攻擊下四旗 阿國、B傻和卡瑪都有不錯的表現 不過阿國和B傻都要等到泳裝CBA登場後才會有剛剛說的亮眼表現 而且B傻甚至要兩個技能和寶解後才會有用 只能說有一下的暴擊系統和稀有的閃特攻效果 加上泳裝CBA的紅卡爆傷強化,才是這隻B傻的完全體 雖然聽起來很奇怪,但現在綠卡打手而打出優秀傷害 還是不能缺少紅卡的高額爆傷 而綠卡攻擊一叉持就比較混雜了 盜滿屬於那種有救贏從者 範圍優秀且強力的混沌2輔助 加上寶一就能發揮作用的高額即死效果 堪稱周回高藍都能兼容的泛用行從者 而卡連和平井青的輸出表現也非常不錯 所以沒有盜滿的話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卡池 然後接著的這個藍卡攻擊上三池 是這次輔帶卡池的超級大陷阱 雖然基本上沒有泰雷的從者 兩儀式現在在日服強化過後也還算可以 但想要抽到自己想要的 甚至是目標從者的機率是真的真的挺難的 而且除了劍尼路和兩儀式以外 所有的從者都有一個特別的特性 就是寶一的話基本上就廢了一半了 除非這裡大部分的角色你都至少有個寶一 不然的話這個陷阱鍋還是留給其他想要驚喜的玉珠吧 接著便是藍卡攻擊下四旗 跟樓上一樣幾乎都是寶一積勒的經典人選 而藍卡攻擊一叉池同樣也適用於樓上概念 有些從者甚至是到了寶三才會有兩眼表現 沒辦法這基本上就是藍卡打手的大問題 除非你是藍卡輔助型從者 不然大部分的藍卡打手 寶一真的是蠻激樂的 然後便到了紅卡相關的從者了 紅卡攻擊上三持一持有不錯的一絲塔 劍一吹和羅馬神主 紅卡上三二持則是有霸道的攻閃 和還算不錯的矮雷 問題是紅卡打手抽上三不如抽下四 紅卡下四一持有現今紅卡對輔助的核心成員 色氣沙狐 同時還有至今為止都表現不錯的狂周納 所以沒有沙狐的話則是優先考慮這個卡持 而紅卡攻擊下四二持則是有罰助超人狂金石 高額且迅速的單體寶具傷害 值得你去寶二甚至把他寶三 而且二持還有強度和薄度兼具的摩根女王 想要把自己的摩根寶具頂上去的 也可以稍作考慮這個卡持 不過在抽下四一持和二持之前 還是得看你的包包裡面 有沒有我們的萬能傷害拐奧寶 如果沒有奧寶的話 一定優先抽這個一叉卡持 而且黑箏雖然是上古時代的單體打手 但直到日服現在 他還是一個非常不錯 簡單粗暴的籌值打手 不過這個卡持有兩個比較雷的泳裝選手 所以在抽這個卡持之前 最好還是去廟廟裡面多敗兩下吧 紅卡攻擊一叉二持則是比較穩健保險的 除了King Pro體以外 魔王性是最容易被低估的籌值打手 泳裝BB則是我們的索卡和混沌二爆傷超人 普通阿比則是高難關妨礙向插件 是那種不看傷害看功用的偏門副手 天草就比較尷尬了 雖然強度沒說太爛 但也沒有過人表現 屬於那種理論上的強者吧 最後便到了這次伏代的重頭戲卡持 輔助寶具一叉除了正格格以外 都是非常非常強力的輔助從者 泛骨外鄉人輔助 重點是高額暴擊傷害增傷 即便隊友不是外鄉人 也能提供不錯的增益效果 輸傻不用多說 沒有輸傻的崩管其他 必抽這池 司馬懿則是最強的翻用輔助之一 在寶解之後直接取代孔冰位置 而她的騎職吸星問題 在現在這個暴擊星異出的時代裡面 影響甚微 可以說是一個幾乎沒有弱點的輔助從者 而賀小姐則是高難關卡的速通超人 唯一的問題就是高COS 和佔一個指令卡才能往後滾 喜歡穩定速通的一定要手捏一隻 而輔助二持就更簡單了 超人熊薄一即可海扁各路BOSS 福爾摩斯則是偶有其效的高難輔助 梅林一直給人一個錯覺就是她變弱了 但其實這都是她給你的幻覺 因為她唯一的問題從頭到尾都沒有變過 也就是不能帶去周回輔助而已 而鼠獅匠則是簡單易懂的綠卡管 即便之後會出泳裝獅匠 但如果你是喜歡玩綠卡打手的MASTA的話 還是得自備一個鼠獅匠的 而巫女的情況跟超人熊一樣 搭上梅林殺狐二人組 一拳就能交禮做人啊 那麼以上便是雷槍對於 每個福袋卡車的評價和分析 而在給福袋出一個結論之前 我們先來快速的看看暗狐的評價吧 老實說暗狐其實在日服當初推出的時候 我個人對於她的評價其實也是蠻高的 而直到日服現在為止 我對她的看法還是沒有太大變化 能周回能高藍 能打寶具特攻也能打爆傷 只不過一年後就要出最強的外鄉人打手酷酷耳看 而到底要不要抽暗狐的唯一考慮點 就是看你要不要抽酷酷耳看而已啊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放遠長線 想要抽強度高一點點的 就還是乖乖的捏著蛋蛋留著石頭吧 但如果你個人比較喜歡暗狐 而且不缺無腦的紅卡周回打手 更不會考慮抽之後的地球公主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選擇抽寶二暗狐 我相信這個女人在加入你的迦勒底之後 她的表現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總的來說 雖然這次的福袋選擇有很多 各路高手都有她的獨門秘技 但其實是有一個公式去看待這次的福袋卡池的 首先沒有鼠傻的必抽鼠傻 有鼠傻沒奧寶的必抽奧寶 有鼠傻又有奧寶的就看你有沒有紗狐 有鼠傻又有奧寶又有紗狐的 就看你有沒有梅林和鎖屍架 那如果你他媽連我上面說的都有的話 那麼你就有資格去參加這個緊張刺激的 藍卡攻擊上山大暗鍋了 大概就是這樣吧 那麼這部影片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當然如果還有其他疑問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順便幫影片點個讚 同時今天晚上主播也會在Twist那邊 開抽福袋 想要找主播聊天的 就不要忘記追隨我的直播間 同時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T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遊戲攻略 和FGO相關的最新消息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